檢查人員在民眾黨三樓公共辦公空間 打開櫃子 逐個搜索 仔細翻譯文件 這是三十號檢連搜索畫面 民眾黨公佈監視器 槓上北檢 北檢週五前往臺坡大樓 搜索二樓的柯文哲辦公室 和三樓的民眾黨中央 引起白鷹不滿 北檢回應當時持搜索票 要搜柯文哲辦公室和使用櫃櫃 但周宇修告知 柯在黨中央沒有辦公室 但他會去開會和辦公 搜索人員必須核實搜索目標 並沒有搜其他員工的私人物品和座位 博斥違法搜索 也強調過程中 有律師陪同周宇修見證 他當場沒提出異議 搜索過程沒問題 實務上有一個比較模糊的地帶 就是所謂的同意搜索 我今天有經過你當事人的同意 北檢他認為說 因為我有經過你們的同意 所以我在刑事說法上 有所謂的同意搜索 一般的當事人 其實不太瞭解的情況之下 沒有特別拒絕的時候 就覺得好像有一點 那種被同意的那種狀態 對於北檢說法 民眾黨在發聲明 指北檢昨天說紙搜科辦 是公布監視器後才改口說 要看黨部內有無柯文哲的櫥櫃 說辭前後不一 也批評北檢聲稱 沒搜索其他員工座位 但影像內容顯示 檢連在未經允許下 擅自搜索其他同仁櫃子 痛批北檢說謊 你在那當下沒有表示意義 而且你還同意讓檢調進入三樓 那以事後再開記者會說你沒有同意 我覺得這部分可能沒辦法說服法院 檢連搜索科辦 民眾黨鎖定搜索範圍 質疑北檢違法 試圖動搖執法正當性 北檢不甘示弱 光速回應 大打攻防戰 三地新聞綜合報導